内行故事低调说 今天介绍一部 小虎身体被改造成机械人 获得各种超能力 最终成为了超级英雄的电影 《巨型神探2》 话说在未来的世界 男主侦探哥因为意外事故 导致全身粉碎性骨折 警察局长为了拯救侦探哥 就投入重金用了最新的科技 将他改造成为了拥有百变能力的超级机械战警 再配上一辆拥有人工智能的百变战车 侦探哥从此过上了满世界抓捕犯罪分子 顺道维护世界和平的超级英雄生活 由于侦探哥效率实在太高 全美国的犯罪分子都被侦探哥送进了监狱 侦探哥无奈只能抓抓在路上超死的老太太 打发无聊的时光 当然花五百日红 人无千日好 身为机器人的侦探哥 也会面临系统升级问题 他的操控系统由于使用多年 已经进入报废阶段 经常莫名其妙地弹出无用道具 而科学家也没啥好办法 只好将他重新设计 为了保持警方的战斗力 警察开始研发新的智能机器人 与此同时 大反派铁手哥 居然从监狱里挖洞跑了出去 铁手哥越狱后 第一时间找到了之前的小弟 刚刚越狱的他那是十分穷困 因此他们策划抢劫中央银行的金库 准备先发一笔财再说 为了能够提高战斗力 铁手哥对外公开招募手下 于是一群乱七八糟的黑帮混混 就跑来找铁手哥应聘 与此同时 警察这边也没有闲着 因为铁手哥的越狱 紧急加快了研发进程 很快第二代进行神探 宝儿姐就应运出事 宝儿姐不但跑得更快 跳得更好 脑子也比侦探哥好用不少 在局长看来 只要宝儿姐出手 侦探哥就可以退休了 果然在测试的时候 宝儿姐一出手 侦探哥分分钟就会被捆成粽子 最终在侦探哥的嘴炮全说下 然而决定一起办案 他们化妆成混混 来到了铁手哥招募队员的酒吧 就看到无数混混在这里比赛 选出了最终抢银行的人选 结果刚搞到一半 侦探哥就因为小胡子没粘好 露出了破绽 就在侦探哥想要反击时 他才发现自己老旧的系统 已经不足以打败这群混混 就在侦探哥成了混混们的大玩具 被人家丢来丢去时 宝儿姐看不下去出手了 宝儿姐一出手果然非同反响 几张网发射出来 就把这群混混全部抓住 然后关进警车送走了 侦探哥还想在宝儿姐面前好好表现 吸引宝儿姐的注意力 结果却总是将事情搞砸 一不小心还把一个猜光子 丢到了局长的脑袋上 这下可就被局长给恨上了 在接下来的抓捕中 他们局长直接下令 不允许侦探哥接近宝儿姐一百米 没了侦探哥拖累 宝儿姐很快就把铁手哥的几个手下堵住 只要宝儿姐不过出了几招 就把铁手哥的四个手下打趴下了 就在大家以为宝儿姐要把几个罪犯全部逮捕时 侦探哥居然忍不住跑出来捣乱 果然侦探哥一招神将滑翔 就成功的把自己和宝儿姐捆在了一起 成功放走了四个罪犯 这次失误让局长彻底愤怒 他下令让侦探哥打扫厕所 结果侦探哥连打扫厕所 都能把自己整成落汤机 几天后侦探哥得到线报 说铁手哥让手下去一个科技展 偷一个神秘的信号发射器 侦探哥早早的就来到这里等待 准备来个守住带兔 结果却中了铁手哥的奸计 让铁手哥的两个手下 在他脖子上安装了信号干扰器 这下侦探哥彻底成了 铁手哥的提线木偶 侦探哥非但没能阻止 铁手哥拿到信号发射器 反而自己在舞台中央 跳起了大秧的 引起了所有保安的注意力 由于这次糟糕的表现 侦探哥被局长彻底厌恶 局长至今没收了侦探哥的警徽 现在吃了一道美味的炒油鱼 就这样侦探哥成为 史上第一个失业了的机器人 在得知侦探哥失业后 铁手哥那是相当高兴 把老对头转成废物实在是太爽了 不过咱们的侦探哥并没有自暴自弃 反而找了不少工作 可就是啥工作都做不好 去工地当小工 结果两锤子把房子都干塌了 去理发店给人家理发 结果却把客户的头发烧成火机 连做拉面都能把面扣在脑袋上 可以说是百无易用 与此同时 铁手哥策划完毕 准备在一次上流的晚宴上 偷走一块西瓜大的红宝石 恰好侦探哥在这个酒店当服务员 铁手哥用两块大磁铁控制住了宝儿姐 然后就这样堂而晃之地拿走了红宝石 而一直呆在大门口的侦探哥 因为智能程序出了问题 居然亲手放走了他们 这件事情让局长十分没面子 局长直接把宝儿姐大骂了一顿 骂得身为机器人的宝儿姐都流下了眼泪 最后局长直接下令将宝儿姐无限期封存 这就让喜欢宝儿姐的侦探哥心痛不疑 在众人走后 侦探哥私下重新放出了宝儿姐 宝儿姐对于侦探哥英雄救美的举动十分感动 两人决定联手对付铁手哥 恰好铁手哥此时利用找到的信号发射器 发明了一种能够让时间静止的仪器 在仪器的超强威能面前 除了提前跑出城的宝儿姐和侦探哥外 城里的所有人都被静止 而铁手哥则可以来到中央银行 随便往车里搬黄金 关键时刻宝儿姐和侦探哥杀到 为了让侦探哥能够对付这群罪犯 宝儿姐把自己最新的芯片送给了侦探哥 这下侦探哥终于恢复了战斗力 直接化身人体直升机追了上去 并且直接附在铁手哥的车上 铁手哥抛出了绑板炸弹的小孩当人质 关键时刻侦探哥只好放弃追杀 帮着小女孩解开了绑在身上的炸弹 也赢得了宝儿姐认可的拥抱 此后侦探哥施展巨型泡泡糖 黏住了行驶过来的铁手哥的汽车 并且抓住了铁手哥的手下 不过铁手哥老坚俱滑 面对这种情况依旧埋伏了后手 他利用早就准备好的火箭飞行机 直接逃离了现场 在铁手哥逃门影后 侦探哥他们一起重启了时间 并且让一切恢复如初 因此侦探哥成为了警局的优秀侦探 并且跟宝儿姐过上了没凶没臊的幸福生活 自此全球中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智能机器人一定要及时升级 不然就跟人类不如老年一样 一不小心就会被现实淘汰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说到这里 喜欢我就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